好 這樣一下 因為韓劇流行的關係 台灣很多人開始對韓劇 對韓國的歷史感到興趣 而談到現在的金正恩的時候 為什麼很多人講說這個金正恩 跟整個韓國歷史上面 最詭異 最殘暴 最特別的一個領導人 彥三軍很像呢 寶傑 你看現在金正恩的那個臉型 嘴臉跟那個氣啊 看起來就是那個殺氣 疼疼的一副臉 但是你看他小時候真的是 白白胖胖 非常可愛 很清准 跟一般的小孩子沒有兩樣 比一般小孩還可愛啊 對 所以人到一個位置以後 他整個性情突變 變得是相當可怕 一個很殘暴 下手很殘暴 很兇狠的一個人 對 那其實金正恩是這樣 韓國歷史上其實有一個 跟他也差不多呢 甚至比他還更兇狠 是一個叫彥三軍 彥三軍是誰 我們看韓劇 韓劇裡面有一部韓劇叫王的男人 王的男人 因為那個王演的 其實就是彥三軍 非常殘暴的一個人 他大概在西元1494年到1506年 總共12年的時間 再位12年 那他18歲登基嘛 所以死亡時間是30年 18歲登基 而且很年輕 跟金正恩差不多 對 那他小的時候也是非常可愛 你知道他的父親是第九代軍屬 陳忠 韓國的李朝王 李氏王朝的陳忠 那這個陳忠當時對他母親 他母親本來是一個公女 後來因為受到陳忠寵 寵信 寵信了以後就一路從平到飛 王徽就一路往上爬 他們也是這樣的規制 對 往上爬 後來就升了這個所謂的彥三軍 那當時彥三軍還小的時候 因為他母親散渡 因為一個國王不可能 不可能只有他母親一個女人嘛 所以後來又寵信了很多其他女人 所以他母親就開始下手 每一個國王寵信的 陳忠寵信的一個女人 包括這個女人 包括這個瓶 這個飛 底下還有公女 一力毒殺 他母親下手會像 那不跟萬貴妃一樣嗎 對 跟萬貴妃有點像 後來毒殺之後 後來又跟陳忠經常吵架 陳忠有一次跟他吵的時候 他用手去他母親抓陳忠的臉 把陳忠的臉抓破掉了 抓破掉這個事情是哪 這個皇帝啊 皇帝對 你把他抓破掉 所以陳忠的母親等於是太后 人粹太后就出面 說這個不辦不行 後來是毒藥給這個母親 給這個彥三軍的母親 是毒藥給他誓死 死了以後陳忠還下令 說把他這個人的名字 以後在宮中不得有人提起 因為他有一個孩子在 不得提起這個人 這個人的名字從宮廷裡面 擋在歷史上就給他抹掉 抹掉 就表示從來沒有這個人存在過 所以彥三軍當時他母親死的時候 他也不到三歲 他很小 還很活潑很可愛 那他一路就慢慢長大 有一次那個陳忠還問他說 你今天出去外面網看到什麼東西 有沒有好玩 彥三軍如果看到一條母牛 再餵一條小牛 我覺得很感動 小時候對母愛那種懷戀 就很深 但他不曉得母親怎麼死呢 後來是八歲登基的 因為陳忠過世 過世以後他登基 所以因為他太可愛了 所以其實你母親做了這些事情 你還是變成王廚 還是變成軍王 對 因為他是長子 後來登基了 登基之後 登基之後 你知道他在宮廷檔案 他本來還是一個很正常的人 結果在宮廷一個秘密檔案裡面 就看到他母親死亡的整個過程 整個過程 看到母親被父親殺掉 對整個過程 所以他就很氣 當時他父親死 但太后還在 等於他親祖母還在 對 他就開始 驗山軍就開始報復 第一個殺掉他祖母 他把祖母殺了 祖母殺了 真的假的把祖母殺了 他當時得位的時候 祖母還保說 他是長子 一定要讓他繼承 所以他可以得這個位子 他祖母推了一方 對 他就一樣把祖母殺掉 殺掉又第二個下手 是幾個大臣 他那幾個大臣 當時在 陳忠要辦這件事情 辦他母親的時候 有八個大臣聯名去說 已經不適合當國母了 支持這樣一個做法 結果你知道 燕山軍把這個大臣 八大臣已經死掉了 開關入獅 開關入獅 是中國講的開關入獅 朝鮮講什麼 叫碎骨隨風 就是骨頭剁著一塊一塊的 弄得很碎 飄到風便去 碎骨隨風 對 碎骨隨風 殺掉八大臣以後 就開始對所謂 當時跟他母親 後來等於後來得寵 陳忠得寵的那些公尼 跟那些嫔妃 一個一個 所有人全部一概是毒藥 全部殺掉 全部是死 所以他就性情整個大變 變了以後 他後來還做了一件事 在韓國歷史上非常有名 他把韓國當時朝鮮 有一個叫陳軍館 陳軍館 陳軍館大學 陳軍館 對 等於是一個中央研究院 一個級數文化研究單位 他把陳軍館改成 他改成一個妓女院 妓院 太誇張了吧 對 他就是要 陳軍館變妓女院 所以一個人性情 在變的時候 變到你沒有辦法想像 非常可怕 他登記以後 把陳軍館改成妓女院 然後把韓國 當時首都那個漢城 當時朝鮮漢城 把漢城他在皇宮 守在外圍大概30里 30里平方的地方 整個皇子所有包括豪宅 因為有王宮大神住附近 還有民間的豪宅 全部都慘掉 慘掉 開始種樹 變成他的狩獵場所 那所以很多大神就開始說 這樣做不行 這樣其實跟明如中一樣 很多大神就禁劍 禁劍以後 你知道他一下子 好你這些 來跟我說道理是吧 可以 我用文字役吧 用文字役 他就辦了三次 朝鮮非常有名的三次文字役 第一次那個大神一殺 殺了多少 三十幾個 對 第二次也殺了十幾個 所以他一路就開始殺殺殺 包括大神 包括後宮的女人 全部都一路 一路殺掉 殺掉以後他性情變了 就好像有點 就成天玩樂 所以他說 史上說他是一個 一個最殘暴 也是最荒淫的一個皇帝 他很荒淫 他就是把剛才把陳軍館 改成妓院以外 對 他其實後來把房宮裡面 很多的所謂這些什麼管 什麼管 就開始變成他遊樂場所 有改紀憶院的 有改他什麼 什麼像明武中 那個什麼爆發 什麼之類 一路改 一路改 全部就是一支遊樂 一直到多少 他三十歲的時候 一五零六年 三十歲的時候 後來才大成 大成看說 尚不下去 尚不下去 後來發動政變 發動政變 跟當年一五零六年的十二月 這個 這個 燕山軍 也是一樣 大成是給他毒藥 叫他吞下去 結果他的孩子 跟他一起吃毒藥 過世 過世以後才 後來的 第十一代軍王上來 就是一天 叫他 其實 那是 有 有 這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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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